朋友们好,今天星期六了,不开盘,有时间说说股市和中国资产价格的话题了 昨天是匆匆忙忙的写了一篇文章,想表述一下中国资产重定价的意义 比例不行,还是做视频呢,说着更透彻一点 股市四天时间拉出三根大阳线,一根假阴线 从2689一口气拉到3087,400个点 这种力度的涨法,也就是当年的530行情与之有一拼的 不过1999年的时候盘子小,拉起来容易 考虑到现在的市值容量,这种拉法真的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人造牛市,这是一个修辞性的说法,并不是我就认为牛市来了 因为牛市呢,它是走出来的,并不是说谁定义出来的 我想要突出的呢,是一个人为推动的繁荣 这个拉伸呢,是高层的主观人为行为,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 唯一让大家关注的就是,这场繁荣能够持续多久啊 会不会走出一个比较长久的,而且幅度喜人的真正的牛市出来呢 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重点 我觉得要想知道这次的行情能走多远呢 是一锤子买卖呢,还是真正长牛的起点呢 咱们首先要搞清楚啊 高层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用如此强硬的手段 费这么大的劲,拉起来行情 高层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我们的经济啊,其实从2021年就开始走弱了 原因就是房地产的逆转嘛 2020年时候房地产开始了最后的疯狂 代表性的案例,比如深圳的深房里 三道红线政策的推出嘛 2020年年底的时候,一线城市,北上广深,房价又开始非理性上涨了 大有再次向全国蔓延的趋势 高层出手了,都知道再来一次2016年啊,那就彻底崩哦 所以呢,高层的出手啊,非常重 直接把资金的源头给切断了 结果用力过猛 把房地产给弄死了啊 这三年以来吧 虽然知道,哎哟,矫枉过正了 但是是出于惯性啊 还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吧 高层始终在救市的手段上,它都是有保留的 都是,哎呀,快要断气了 然后给口养气 手段都是一点一点的往外放 从来就没有像现在这样 一次,哎,就这么大房过啊 一次性的超预期给出了救市的政策 一方面呢,说明情况真的不容乐观啊 另一方面也显示了高层的挽救经济的思路啊 发生了变化 重新开始关注资产性收益的重要性了 就这一次啊 各大政策齐发频出力度之大 高层的想法其实也一览无余啊 那就是用资产性的收益来提振消费市场 遏制通缩的事态 再次拉动经济增长 实质上啊 走的还是过去房地产的老路 不过呢 这一次的标的啊 不是房地产了 而是资本市场 资产性收益这个东西啊 是很容易刺激人们的消费冲动的 以前房地产好的时候 大家都体验过嘛 其实呢 在2013年14年 人们真的比现在还有钱吗 恐怕不至于吧 但是呢 那大家就是敢消费呀 因为有资产性收益在提振着大家的底气 我贷款100万啊 我买了个市值150万的房子 虽然我的工资还了房贷之后就剩2000多块钱了 但是我就是敢消费 没钱 我刷卡 花贝借贝 我也敢消费 因为我的房子已经涨到200万了呀 眼瞅着它要涨到300万 我把房子一卖 还完贷款 我还是一个200万的富翁啊 那我有什么不敢买的呀 我有什么不敢花的呢 通常人们都是这么想的 但是人们不会想到啊 我这房子还没卖呢 我只有及时变现了 那才是200万富翁 我没有变现的时候 我就是一个每月只有2000多的穷光蛋 但是人们不会这么想 房地产是这样 股市也是这样啊 昨天我晚上出去溜玩 明显的就发现了 街上的人呢 多起来了 哎呀 饭店商场里边人头团动 熙熙攘攘着 我们就看着这个十一长假吧 现在就能断定啊 假期的消费数据肯定会很不错的 这都是人之常情啊 那我自己都能感受到这种冲动 打开账户一看 卧槽 一天啥也不干 几万十几万 这就进账了 你说你出去吃个饭三五百块钱 这算个毛啊 虽然说人们都知道啊 你没有卖 这钱就不是你的 说不定呢 它还会跌回去 但是资产性的收益啊 就是这样 人们很难抑制住这种虚幻的冲动 高层算是 看明白了啊 现在的当务之急啊 就是提振消费市场 额制通缩嘛 那就从金融市场下手吧 希望能借助资产性收益的刺激 这个效应啊 为经济复苏呢 提供一剂猛药 有人可能会说吧 那我不抄股票啊 就大多数人呢 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 很多都没有股票账户的 就这场人造牛市的好处 他们没捞着 这也能刺激消费吗 答案是可以啊 我们回顾房地产繁荣的岁月 就能够知道啊 财富的效应啊 它是会扩散的 当房地产的既得利益者 就大家敢于消费的时候 即使说你跟房地产 没有一毛钱关系 你就是个卖水的 你也能把一块钱的水 卖到两块 别人的消费呢 就是你的收入嘛 这一波股市刺激起来的消费 它也是会向全社会扩散的 每个人呢 都能够沾点雨露 虽然说它没有房地产的 体量大扩散广 但是你看在当前的形势下 总比没有墙吧 现在问题来了 这波人造牛市能持续多久 级别有多大 让我们还是从房地产上 来找经验和教训啊 房地产繁荣的时候 你好我好 大家都好 但是行情一旦逆转 社会迅速的也跟着萧条 这就是个极大的教训啊 繁荣之后的萧条危害极大 以至于说像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量 都承受不行 都承受不了 现在既然说想要股市去承载起资产性收益 刺激消费的效果 那么必然是要考虑到股市一地鸡毛的时候 对经济的破坏作用了 刚才我们已经理解了啊 就资产性收益啊 它是一种虚幻的刺激 是空中楼阁呀 只要说你没有及时的去变现 那么你现在的消费其实都是负债呀 未来那都要连本带利的还回去的 一旦说股市破灭带来的后果呀 那跟房地产崩盘是一样的 而且呢 由于股市的 它的资产更灵活吧 就这种灾难性的后果会来的更快更猛 所以说我认为吧 既然说高层决定走这一步了 也必然会了解呀 这样的后果 既然决定了把股市拉起来 那么一定不会轻易的再让股市崩溃 这可不像以前 以前是根本就没指望股市 甚至呢 还有意识的去打压它 那现在既然要指望股市 这一步啊 一旦说走出去 那可就没有回头路了 很有可能吧 会再拉上一段距离 让3000点呢 彻底成为历史 只要说能稳在3000点以上 就不会再往下破啊 那就不会有大的系统性的风险了 以后呢 再稳扎稳打呗 就一步一步往上走吧 看效果去干预 去调控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因为我觉得这一次解决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那就是 钱从哪来呀 股市这玩意儿吧 它没有别的决定性因素 就是钱 只要有钱 所有的空头 它都会投降 所有的疑问啊 都会消失 你不是不相信吗 我买就行了 拉到3000点 你还不相信 那我就拉到3500 一直拉到你绝望 彻底放弃信仰 哎呀 追高追进去 然后把你套死 钱现在已经是无限子弹了 央行直接印钱给你呀 而且指明了 只能用于股市 不允许用到其他地方 这已经是全世界呀 空前的举措了 就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里边 中国这一招啊 最激进 用有下证券 我抵押给央行 央行啊 给你钱 然后呢 你再买成股票 想要钱了 你就再把新买的股票 抵押给央行 央行再给你钱 你看这不就是 无限循环的俄罗斯套娃吗 央行哪来的钱呢 当然是印呗 它无中生有印就完了嘛 要多少有多少 有人可能要说啊 哎呀 你错了 央行给的不是钱 是国债 那我就想说呀 国债跟钱这有区别吗 你拿着国债 不也是找商业银行换钱吗 商业银行拿着你的国债 它反手就会抵押给央行 要钱去了 你说这跟直接抵押给央行 要钱有什么区别吗 无非就是通过商业银行啊 倒倒手 规避一些法律的限制罢了 这个方法呀 原本是美国人发明的 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美联储啊 就用这种方法 给金融机构释放流动性 就是 但是人家美国人也没有规定说 你这个钱你必须得用到哪 对吧 而中国呢 学的是一步到位 直接规定了这个钱 你什么都不能干 只能买股票 连发明人美国看了都得说一声 服啊 当然了 中国资产价值的重新定义 它还有其他的原因啊 比如说咱们要 扩大金融战的优势 我们要吸引外资等等吧 这些呢 咱们不多说啊 不过还是要提一点 哎呀 这一招啊 我觉得玩的 有点损 但是很绝 大家都知道啊 贝莱德去年含泪 退出了中国市场啊 赔的连裤衩子都没了 用贝莱德自己的话的来说就是 买不完 根本就买不完 完全想不到这哪来的卖盘 疯狂的咋呀 哎呀 我只是想要个红利 他们想把公司卖给我 我在全世界都挣钱 唯独在中国呀 赔的连总部大楼都卖了 还有挪威的主权财富基金嘛 人家也是全球投资啊 在世界所有的地区 他都挣钱 唯独在中国 哎呀 赔的那是眼泪汪汪的 这三年熊市啊 加上那全世界的股市都在上涨啊 外资含泪割肉 离开A股和港股的呀 不计其数 就现在的中国股市 外资的占比其实并不高啊 而谁的占比高呢 国家队嘛 我们前几天刚说过 国家队加上社保 养老 保险 就这些大资金呢 现在的持仓比例 已经达到了历史上最高的峰值了 A股港股这几天猛拉呀 引动的外资又来了 挣钱嘛 不寒碜 你趋势向上 那必然会引动全世界的资本 不过这一次啊 拉的太快 太猛了 外资没捡到多大便宜啊 就大量的外资成本应该都是在2800点到3000点之间 以后说不定还会更高 平均能达到3000点啊 那就算他们反应快了 这些沉淀下来的外资还有国内的大资金啊 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垫脚石 他们未来啊 都是3000点左右很重要的缓冲点 如果说未来股市能够在334左右稳住 要是还想再破3000点 你就得先把这层缓冲点给扎穿再说 那难度啊 可就大大提高了 太损了 想想吧 我都想笑啊 先把人家搁得呀 眼泪汪汪的 现在呢 又拿人家做垫脚石和缓冲点 国际资本呢 玩了几百年了 但是跟老共过招啊 也有失手的时候啊 所以我觉得吧 高层的第一目标应该是这样的 先把一部分股民和偏权益基金呢 解解套 让大部分人 大部分的人呢 能够回汇血 同时呢 尽可能的吸引大资金 包括外资介入 先把这一层缓冲点啊 做的尽可能的厚实一点 为了完成这个目标 我们有希望看到 3100点以上 而且呢 还得伴随着大量的换手啊 大资金量的 成交 最后吧 我觉得啊 还是要给朋友们一点警示啊 我们大部分的朋友啊 耐心呢 太差了 记忆力真的只有7秒啊 一根阳线毁三观 三根阳线可就忘了过去三年的苦啊 这真的很不可取 没有人能够预测股市 谁也不敢说啊 牛市就此来了 任何时候都要保留一份敬畏之心啊 有人呢 可能会很好奇我的操盘 我的操盘没有任何诀窍 就是一个字 耗 看谁耗得过谁 我以往的关于操作的节目啊 都在网上挂着呢 大家可以回看啊 我是今年1月22号 2756点那一天 我开始缩哈进场的 进场我就建了三成桑嘛 港买就备套了 哎呦 气得我呀 出去旅游去了 而且买的什么标的节目里 也说的很清楚了啊 一个护身三百嘛 一个证券 一个是民生消费 还有一个科技成长 这九个月的时间了吧 我也坐了一轮过山车呀 从挣钱到赔会区 我一动都没动 看谁耗得过谁 我唯一的遗憾呢 就是没有扩大仓位 我估计到了 他可能要杀大白马 我也的确等到了杀白马的时候 但是呢 我还想再等等啊 想等到年底再看看 结果我失算了 没有杀到我想要的价位 哎 他就开始反转了 就大家也不用问我收益怎么样啊 我就算当时买的是一坨石 那现在他也是镶着金边的石 对吧 这四天的收益啊 抵得上我干四年了 股票这玩意儿啊 就是这样 大跌的时候 没有你 那大涨的时候啊 你也别想着简陋 天底下不可能有这种好事 这几天按耐不住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啊 这可不是个好事啊 股市要是涨得慢一点 你说啊 我想进 这还可以理解 涨得如此之猛 你进去干什么呢 你去接飞刀吗 如果说牛市就此起涨了 那你看清楚了 等他回调 哪怕他涨到三千五 你再回调到三千四 你再进 都不晚 如果说就是这么一波 那你的风险就太高了 一进去就站岗 而你呢 肯定没有像我这样的耐心 那你就非常痛苦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